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特區政府在前天宣稱已經訂購了兩款武肺疫苗 其中一款沒有什麼爭議 因為大家從頭到尾都知道它是大陸生產的 這款就叫做科興疫苗 根據特區政府在昨晚的澄清 他們說這款疫苗是在北京的大興區生產的 第一批100萬劑量最快就可以在明年一月到港 至於另一批由復星所生產的疫苗 究竟產地來源在哪裡 惹來了很大的爭議 因為特區政府似乎說法每天都不同 而且專家的說法又跟特區政府的說法有矛盾 究竟哪個才是真的 我們一起去檢視一下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特區政府昨晚的新聞稿就提到 說復星醫藥提供給香港的疫苗 將於歐洲生產 第一批100萬劑量 預計最快在明年的第一季交付 說他就說得很模糊很神秘 只是說在歐洲生產 到底你的歐洲是不是市民想像中的歐洲 你的歐洲是說哪個歐洲 歐洲很大 阿爾巴尼亞也是歐洲 科索旭也是歐洲 你說哪個歐洲 土耳其也是歐洲 到底有什麼神秘是不能告訴市民 你只是說歐洲 其實等於沒有說過 等於人問你住哪裡 你說我住香港 香港那麼大你住了嗎 你至少說你住在哪個區 你說歐洲生產 歐洲哪個國家才行 不可以說出來嗎 我到底為什麼那麼神秘 是不是怕說出來之後市民又會沒有信心 我真的很奇怪 你只是說歐洲生產 我都沒聽過這樣的答案 空泛了算了 特區政府就說在歐洲生產 但是你特區政府指定的那位專家 中大呼吸系統科 的講座教授 許樹昌 在昨天 出席商台節目的時候 他就提到 說輝瑞有份研發的疫苗 就是復星那種 就是會由內地的復星醫藥生產 他說不會在歐洲或者北美訂貨 是會用復星的生產線 因為來到的時間短 所以都會補到溫度 許樹昌教授還說 相信特區政府就會要求復星 提供這個雪櫃來運送 到了香港就再做稀釋 稀釋完就要五天之內用完 這個就是許樹昌教授所說的說話 歐新聞台是有一篇這樣的報導 不過現在就撤回了 不知道為什麼看不回來 不過沒關係 蘋果日報也有相關的報導 在11號那篇的報導當中 就說許樹昌教授指出 輝瑞疫苗在北美和歐洲有兩條生產線 之前就有找到復星合作在亞洲生產 而本港使用的疫苗都是由復星 在大陸的廣東省廠房生產 這個是你自己說的 許樹昌教授是廣東 而且不單止 是許樹昌教授有這麼說 年齡一位媒體經常引用的專家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 梁子超 都有類似的說法 而且還說到言之作作 他就說 由於BioNTech的疫苗 必須在攝氏-70度之下保存 即是說復星那隻 相信在物流和儲存上 是一個挑戰 梁子超就估計 如果是由復星代理 在廣東負責生產的疫苗 就會將成本和運送技術 將會大大降低 因為復星代理在廣東的廠房有生產疫苗 飛機的路程就會短了 由於乾兵保存的時間不可能太長 由歐洲送到香港就會相當趕 溫度就未必能保證 其實他所說的這個言之作作的原因 跟許樹昌教授說的一樣 又說什麼乾兵 保存時間 運送的問題等等 就說到是廣東生產 兩個專家都這樣說 現在特區政府又說這是歐洲生產的 完全有矛盾 那兩位專家又說 從歐洲生產送來香港 就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等一下又說保存時間上哪有問題 成本又高 那些乾兵又保存不了那麼久 溫度又未必能保證 許樹昌教授和梁子超醫生 就是說這些 所以就說復星所製造的那些疫苗 就是由廣東生產的 好了 現在特區政府又說可以在歐洲生產 那你怎麼送過來呢 我真的有疑問 原來技術上也是可行的 那你那兩個教授出來說什麼呢 是不是要出來自己澄清一下呢 是不是說錯了呢 這方面的東西 是不是沒有相關的知識呢 還是怎樣呢 還是特區政府撒謊呢 喂 隨便是有一個對的 只有一個可以中的 要是特區政府對 要是兩位專家不對 喂 只有一個對的 不要說兩個都對的 是不是 我當特區政府對 他由歐洲生產 不知道哪一個國家 歐洲那麼大 你又運得到過來呢 那就是許樹昌教授和梁子超醫生亂說 喂 麻煩你出來澄清一下 現在的訊息很混亂 你有矛盾的 這兩個說法是 這些不需要澄清嗎 這些是 你不要出來跟市民說 這個又說一套 那個又說一套 除了說這個所謂的 復星醫藥所提供給香港的疫苗 產地來源之外 究竟輝瑞有沒有參與呢 又是一時一樣的 在11號的記者會之上 林鄭月娥就宣稱 其中一款 預料在明年初 來到香港的疫苗 就是來自上海復星醫藥 德國藥廠BioNTech 和輝瑞藥廠 特別是點了輝瑞藥廠這個名字 就證明 輝瑞藥廠 照計就在裏頭有一定的角色 不是你提他的名字 到了12號 早上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在港台節目當中 提到 德國藥廠BioNTech的疫苗 除了跟上海復星一起研發之外 輝瑞也有份 有什麼份呢 他就沒有說 他就說有份 有份叫什麼 我不知道他沒有說 我免得猜測 但是 去到昨晚那篇新聞稿當中 輝瑞這兩個字都不見了 到底輝瑞在這件事上 是有什麼角色呢 是有還是沒有 還是你自己在 黏人金康安的名字 根本上別人沒有參與 其實是 究竟輝瑞在整件事裡面 是有角色還是沒有角色呢 你達區政府是不是可以 說清楚 說清楚 你在新聞稿那裏 完全不提輝瑞 就當它不存在 你猜八萬五嗎 始終來講這些疫苗 就打在自己的身上 市民就絕對是有知情權 對不對 你必須要很清楚 告訴別人 你所訂購的那兩款的疫苗 分別是由哪一家的藥廠來生產 那個產地來源又是來自哪裏的 市民最少要知道這些東西 特區政府是應份告訴市民 就不像林鄭口中所說 有些人想把疫苗 政治化 這些跟政治化 根本上是無關的東西 始終打在自己身上的東西 知道更多東西 是不是會更加安心 你就讓別人知道 你連產地來源都只是說歐洲 你怎麼取信於民 你只會說給他聽 哪個國家那麼厲害 不能說 很神秘嗎 簽了保密協議 不能說 別人外國也不能說 你也不能說 你怎麼讓市民有信心 最好笑的是昨天 這個陳肇始局長 說如果可以讓市民安心的話 就不介意由高官帶隊來 打疫苗 就打到夠了 對不對 你喜歡做這些大農訪 沒問題的 你最好把立法會議員 麥美娟也說要以身作則 你最好找他去 是不是 哪些想打的 哪些最忠誠的 那些公務員 你也可以找他去試藥 沒問題的 市民不會反對的 但是市民也要知道 究竟 輝瑞在這件事上有沒有參與 你那個什麼BioNTech 在哪裡來生產 你就照說 就說吧 我不知道有什麼神秘的 其實那個許樹昌教授和梁子超醫生都要出來澄清 為什麼你所說的東西和特區政府昨晚所澄清的東西是不同的 你又說 說清楚就沒事了 當然市民喜不喜歡打疫苗又另一回事 因為 今年5月的時候 袁國勇教授曾經說過 即使有武肺疫苗出現也好 他也是寧願等一年 看看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他自己說的 他說 請大家要記住 疫苗就必須要有效 而且必須要安全 所以就算有武肺疫苗出現也好 他就不會即時接種 會等到疫苗接種了一年之後的某個時間 了解了可能發生什麼副作用 他才會去 因為這些全新的事 我們對他所發生的事 所知甚少 因此最好就稍等片刻 在打疫苗之前 他都會戴口罩來自保 這是袁國勇教授的說法 這件事是星島日報有報導的 星島日報的公信力高 照計 不會亂寫的 袁國勇教授說 他是政府指定的專家之一 他自己都說不打字 林鄭訂這些東西回來 你就叫市民自願打 市民應該聽哪一個說好呢 這大區政府當初找那麼多專家出來做 坐鎮的時候 你只是想加強自己推行政策的說服力 現在那些專家說話周時跟這大區政府有矛盾 應該怎麼辦 信哪個好 我不知道 市民最好就自求多福 實請這些疫苗 我就信袁國勇教授多一點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